孟菲斯今天在海硕ATP挑战赛首战就打满三盘 记者留学胜摄影 分享 世界排名高居42位的法国跳跳人孟菲斯 首度在台亮相演出三盘逆转秀 5比7 6比3 6比4 击落从会外再挺进的澳洲山提兰 赛后他也摆出电影黑豹的经典首饰 让高雄巨蛋球迷亲眼见证到他的庆祝方式 孟菲斯透露 第一次看到黑豹就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这部超级英雄电影是首度启荣黑人担任主角 他笑说这部片至少看超过十次 他细数说 一次和姊妹 一次和兄弟 一次和妈妈 两次在飞机上 在家也看过好几次了 不过孟菲斯今天多花了些时间才能做出庆祝首饰 首盘他率先破发后 一度取得5比2领先 不料确凿世界排名200外的山提兰连杆五局 他检讨说 第一盘我认为对手打得非常好 我反而太保守 要肯定他的表现 他上月底没网音万伤退赛 今天决胜盘第九局往前截击时又出现到的画面 身体状况让人担心 第十局前喊出商庭的他在后记者会表示 手腕问题已经好多了 可以应付三盘的比赛 大腿环有些痛 回去会和治疗时讨论 但应不至于影响之后比赛 受度来胎的他也对初体验留下很好印象 这场地很大 是很好的场馆 气氛也很好 他明天将在中央球场压轴出战日本好手天天豪 赛后将进行签名会 和台湾球迷近距离互动 孟菲斯今天在海硕ATP挑战赛正式亮相 记者留学胜摄影 分享 孟菲斯今天在海硕ATP挑战赛首战就打满三盘 记者留学胜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